如果校外人士呢 第一个他也会看到这个 这个里面的内容 那除了在网络版本上面看到之外 手机的版本也会看到 所以很多人其实评论呢 都是从那个手机里面看到 那其实像那个Google地图 我手机上的版本 我是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像Google的那个地图 它现在有导航功能 而且有声控功能 另外你找到某个地点的话 像我要去某个地方 要注数的话 你也可以预先什么 先看一下那个注数的点 它的评论 或者它给的评分高不高 如果我的那个评论跟分数都不高的话 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OK 好这部分补充说明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注册 跟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Manifest档案的 这两个动作 加元件库跟网络这个存取部分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找到我们的专案 然后呢 这边有个Enjoy的Manifest档案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呢 请各位设定两个地方 第一个 Application Application呢 请你往下拉 拉到底下呢 这边有个Add 那在前面的范例里面 有增加什么Activity 这个我想应该有印象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 请你选择最下面的 Use Library Library就是我们程式库 那因为API 这个API呢 实际上是外部的程式库 我必须要透过什么 透过Use Library的方式呢 来存取的权限 否则呢 你的这个API会有问题 所以Use Library 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Name的地方点下去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存取什么呢 Come Google Android Maps的 这一个Library 这个程式库 请你再把它点下去 这样子还可以使用 特别注意 如果你没有做这一件事情的话 也没有办法使用 另外如果说你的这个什么 Google API的版本选错了 像常常有同学选到什么 选到别的版本的话 这个地方点下去呢 也不会出现这个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点下第一个部分就完成 第二个部分是 如何使用网路的那个 网路的权限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Permission Permission就是许可权 可不可以使用网路 你必须要